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又到了金家仁每日专题时政 今天这段影片不和大家讲什么政治国家大事 不和大家讲一些民生的事情 而且是比较有趣的民生 当然这个民生的事情不是香港 因为如果是香港的话就会在港人和港市里出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这件事是非常爆笑的 我有影片给大家看的 希望可以出声 究竟YouTube会打压我呢 声音也不让我出 影片也不让我出 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做这些影片是不想自己直接说的 虽然我知道有些网友喜欢听我说话 但我觉得 声 图 片 混合在一起 才能够 可以表达到我自己想表达的意识形态和思想 好了 最重要的是我金家仁的价值观 今天就讲一讲中国大陆江西 某一所高中营养 午餐被发现 疑似老鼠头 如果你 去 一些土豪的宴会 如果你怎样赛心狮子头 那土豪是真的找一只狮子的头煮给你吃的 当然 可能那只狮子头 是用猪肉做出来的 不过这些是 真的 因为我有那份资料 有那份片 有些土豪的 但是 我吃鸭博 你没理由让老鼠头煮给我 这件事很搞笑 我先讲一讲新闻给大家听 然后给大家看一条影片 这件事就是一个高中营养餐 发现了一个类似老鼠头的压缩 好了 接着 食堂那些人 工作人员和 检查的南昌市市场監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检查员都说 这个你们多心 其实他不是老鼠头 他是压缩 来的 然后 现场的人就拍了很多照片 拍了很多片 然后 还发了一些抖音 西瓜视频这些地方 最搞笑的是 有人查得到 原来这家学校 在2021年 发生过 厨房发现老鼠中绩 当时已经质疑校方 火同当局 散荒 大家一起说大话 其实当时已经是 类似这样的事 早一两年已经发生过 这些事情真的不奇怪 为什么不奇怪 国内这些事有发生 但是 今次的 发生和以前 有点不同 以前可能 一声就吞了 网上谁也不说 就算了 但自从唐山打人 这些事 人们发现网络上 就 有点用 在国内发现网络上 就是 制裁不了 政权 但政权是容许你制裁坏人 所以就在网络上 就把这些 民生的东西 有这么大 又搞到这么大 好了 怎样有这么大 搞到这么大 我不说 现在给大家 看看 老鼠 变为 压缽 这条影片有多真 去片 这是老鼠啊 看得出来吗 老鼠的牙齿看得出来吗 看得毛吗 这是牙 这是牙齿的老鼠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个图片的那个 从前没有被 动手脚 大折 280% 的那一件事情 那个两颗牙齿的下牙 他们上牙短 下牙 好了 大家看完 条片都见到了 这条片 很多人看完之后 就 国内叫不卖帐 是什么意思 喂 大佬 我们香港的广东话的意思 不卖帐的意思就是 不能这样就让他过了骨 自圆其雪 搞定这件事 因为 已经是一二再再二三 这样犯了 因为现在被人 发现到这间食堂 两次 没有发现 没有 搞大他 或者没有公开的有多少次 那就很难说 所以其实大家看回这条片 明显是可以看到 眼睛 鼻子 牙齿等 就是一个老鼠的样貌 以及器官的部位 还有类似就是 毛的构造 基本上来说 绝大部分人 都认为这个 是老鼠 网上那些网民怎么说呢 新时代特色 指鹿为马 谁说 骗帮就让他吃下去 可怕的不是阿博 是学校的压力 到底要骗到什么时候 其实大家有听到 我直播的时候 我说过一宗 在武汉 一位教师 意外 也不小心 车死了一位学生 当时为什么不做这条片呢 我觉得 教师 已经出了来 公开认错 你说他是不是完全100% 觉得自己错 我觉得不是 但他起码走出来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真是意外 比较多 而且也是很悲哀的 到最后 教师也跳楼死了 所以我就不说这件事了 但是这件事 真是 老鼠变压薄 坦白说老鼠变压薄 是非常可耻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件事最重要是什么 是那些 香港叫食环柱 那些事件局的人员来看完 竟然说这是压薄 不是老鼠头 网友 我们不能够 听片面之词 网上有些片 帮助他 他说 我家里买个压薄 给你看看 是否像老鼠头 不知道这些人 是收了钱 帮人摆平 还是怎样 就是找一个压薄 弄得好像是老鼠头 然后在抖音 放出来 就是想怎样 混淆时停 这条片我也会播放的 大家看看吧 但是不会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混淆时停的不是第一天 因为最重要是我们 我们以香港 的制度 或者是 界定 是什么的 是先拿回化炎 对不对 你说经一个铁定 认为他也是压薄的 其实是没有报告 在内闻里面 看不到 而且就是 原来就是因为21年的时候 类似这样的事件 已经通报过 亦投诉过 而且也是这个 大陆的食环署的部门 帮他压下去 好了 这件事很多人 不卖帐 不满 那怎样呢 好了很多人就做了一条片 或者做了很多条片 我只是找到几条 怎样呢 就是 猫 教育老鼠 不是开玩笑 去片 现在开始我问你答 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听到了 你问的 你教我做事呢 那不是你说的吗 你问我答 我当你说话了吗 那我是说还是不说 记住一回我问他你答他 听到吗 行行你问 只要你不动手就行 那我动手不行啊 行行行你赶紧问吧 那你还吹上我了呗 我哪敢的 我不敢 不敢你就给我闭嘴 行行 太难了 哎呀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鸭脖 不是 那我长得也不像鸭脖呀 那我说你是鸭脖 你就是鸭脖 给我记住了啊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我是鸭脖 我是鸭脖 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服啊 服啊 我服了 来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我是老 鸭脖啊 鸭脖就鸭脖 哪来的老鸭脖 老鸭脖 老鸭脖 你到底 记住没记住 你是鸭脖 鸭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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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记住了 鸭脖 鸭脖 我是鸭脖 这还差不多 记住啊 以后你就是鸭脖 听到了听到了 我就是鸭脖 我就是鸭脖 鸭脖 叫了一辈子老鸭脖 反过没记住要成鸭脖了 我们是经过反复对比才确认你 你就是鸭脖 我们分级线老师大人员 第3感到线的反复对比 确认这个医护就是鸭脖 好了 看完这条片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看了很多次 我也是笑到肚痛 其实这个很明显是什么 子鹿为买的行为 大家都明白 你是有官威 或者有关系 你是压下来 你今天可以就老鼠头当鸭脖 下一天给屎里吃 你也会逼你说好吃 对不对 国内的教育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实教育界里面有些教师 其实也不满 所以他们也会拍了一些视频 这条视频是怎样的 又去片 老师给你们看一个图片 老鼠 老师 说这个图片上面是一只鸭子 觉得老师说的错的 举手 好手放下 没有举手的同学一会儿少跑一圈啊 老师再给你们刚才举手的一次机会 觉得老师刚才那句话说的是错的举手 老师老师 还没举手 好来出来 去说同学出来 来我出走 只有这几个同学觉得老师刚才说的 话是错的啊 剩下来都觉得老师刚才说的是对的对不对 对 老师说就是一只鸭子 信不信 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信 这些同学不信啊 老师要表扬这几个同学啊 这几个同学明知道老师所有的话是错的 他们有勇气去反抗 有独立思考能力啊 剩下的同学老师说就是鸭子 明明他是一只老鼠 从这个这件事啊 你们要学到 做人刚才的同学说得很好啊 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组件 面对 明显的错误 一定要有 指出这件事情 深究的这件事情啊 的勇气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今天呢 我这条片呢 就很轻松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讲的话不多 如果看好片的话就看片 那 我是很恩惠的 看到这个教师他这样 教育自己的学生 其实你看到这条片 分纪中的 一定是播放的 你不要说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但是其实教育就应该是这样 我见到很多国内的教师 其实也是很有热诚的 当然 教师以上的那些 教部职员 副校长、校长、校监那些 很大部分都是人渣 为什么呢 你不是人渣 你做不到这些位置 你不做一些贱格的东西 同流合污的话 坐不到这些位置 通常 真正办教育那群人 一大部分 七八成左右 都是想教好学生 好像这位老师那样 那你就看回那些学生 其实这么小 有多少人有独立思考 又有多少人有勇气 可以站出来 因为这位教师是教师 没有背景 对不对 也没有官威 曾经那段时间 有钱就使得鬼推磨 土豪的话 即是在国内里面 那些学校 那些 教师 或者那些 比较 有资历的那些 收了那些 即是坏的教师 收了那些 他款 或者讨好他的 物资 我都不敢说是 烟酒 iPhone 或者现金 物资 好 他就会帮助那些 有钱人家庭的孩子 但是这几年有点不同 不是和大家说笑 这几年有钱人那些 他们会推动一些仇负 仇恨的教育 就是恨有钱人 很奇怪 反而那些官二代三代 就不会 这是最近这几年 的风向转变 但是今天就不是说这 就是说什么呢 说你们看到那些 小孩子 得一成 肯勇于承认 即是怎么说呢 不是勇于承认 是勇于 抗争 说教师说的东西不对 这张纸那只是老鼠 不是鸭 而其他那些 收了声 甚至乎有很大部分 心里面是极不愿意 都说这一只是鸭 这就是一个教育的恐怖 如果你 超过八成人 八成人里面有一群人 是不出声 被你压下去 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就算心里面就觉得是不对的 这一只是鸭 不是 老鼠 这一种意识形态灌 在这一群小孩子里面 心里面就知道这只是老鼠 明明是知道的 但也要骗自己 不是这一只鸭 这只不是老鼠 老鼠不是这样 这只叫鸭 如果你说是有八成人 有一半 是不敢表达 另一半是自己的 那你想想 不要说是国内 全世界没得救 对不对 我不是这种人 坦白说我都是反抗教师的人 香港的教育不一样 但就化一样 但如果我是一个教师 如果我是一个好的教师 我很希望 一些学生勇于走出来 指定创误 其实那个教师拍这条影片 他的用意都是这样 跟我的意识形态和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每个人看东西 都是百分百 一百分百是相同的 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会改变的 但有些本质 是不会改变的 而这就是我今天这条影片想说的 大哥 究竟你们想你下一代 吃老鼠当鸭薄 还是 吃错了之后 去投诉反抗抗争 拿回公道 如果一件这样的事 你也要一声吞掉它 其他大事呢 就是被人 被人抢了你老婆 或者你家人被人被人伤害 那你是否会被吞掉 或者你的家产被人侵吞 国内是什么 维权 属于你的个人权益 被一些有权力的人 利用他的职权 然后令你收声 那你是否 一声吞掉 吞掉 或者最恐怖的 就是 100%里面有20% 就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和意识形态 就例如那班 学生 有一班人说了出来 这一只是鸭 虽然很小声 但是这一种含团在心理上的角度 其实就已经扭曲了 明知被人欺骗 但是 他的认知 就已经被改变了 这一种人就麻烦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慢慢慢慢潜移密化 最恐怖的就是 当他长大了时 他发现 听党说 跟党走 不管 真是假 只要能够迎合 有权力的人 他就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老实说 若不是三年疫情 大陆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这三年疫情真的有点改变了 就等于我 在美国的 政治 之前 我自己看美国的政治环境 真的 觉得他有民主自由 但是发生了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 我又改变了 不同的事就令到一个人的 烧而邏輯就会不同 是吧 但如果你从小 到大都接受这种教育 如果那些兔子 是接受了的 你想扭转 就很难 可能就要付出 这一代 或者下一代的命 才可以 令到他们觉醒 一个人一生 匆匆都是不够八年 最多都是过八年 这一生如果是在 错误的引渡 和 虚无的幻想 就是共产乌托邦 在这两种 梦幻里面度过 有些人是不愿意醒的 醒来那一刻是极度痛苦的 因为我真的遇见过身边很多这些人 这次阿博事件 应该就没可能 指鹿为马成功 我但愿未来这些事 出现越多越好 因为不会出现这些事 就会令到国内的人 尽快醒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拜拜 好